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切 好难的今生无路回 预备将门三三杯杯 好难的今生无路回 预备将门三三杯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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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对 以为 就 好难的今生无路回 Baş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木姐姐脾气很坏 万一她还要杀你怎么办 这样 我悄悄告诉你 我们岁云渊的精命吧 我知道 岁云渊回诺城中 多是为情所伤的女子 还有些未经世事的女孩子 城中有这样的规律 终生不得离开 不得与男子往来 更不得出家 除非有哪个男子 愿意为那个女子死 她也愿意为那位男子死 如果那样 城中的精灵也宣告取消 得到解放 要是那女孩子 把心上人带到了毁诺城 可是 她心上人不肯为她死 那这个女孩子 就永世不得离开岁云渊 到时候 你就知道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了 什么时候 姐姐真的要杀你的时候 小语姑娘 这次真得谢谢你 你要是不回去 你姐姐抓不到你 她也难你没办法 你为了帮我们借双飞翼 自己送上门去 还不知道 她会怎么惩罚你呢 她呀 可能再也不让我 出毁诺城了 到时候 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不会吧 大哥子 我们岁云渊 是不许男子进去一步的 如果你前脚进 跺前脚 后脚进 跺后脚 如果你两脚一起进呢 跺人头 岁云渊里 到处都是机关暗道 我知道你不怕 可是你要是乱闯的话 姐姐会生气的 你们要记着 你们是来借东西的 我又不是傻子 可是 你是火神爷 我是不是把你的屁股摔疼了 对不起啊 以后再也不会杀你了 姐姐经常独自在凌云阁弹琴 从黄昏至到深夜也不歇 他还不知道你来了 进去吧 我不是把你的屁股摔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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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把屁股摔疼了 屁股摔疼了 什么人 是我 天那么黑了 为什么不点灯 没有人来 点他有什么用 阿慈 怎么回事 城主 七少商求见 要给你一个惊喜 不让我们通报 让他进 西城主 我们大当家有几句话不便说 做兄弟的 我替他说了 连云寨八寨主 镇前锋目揪平 拜上岁月渊 毁诺成西红类城主 西城主 我们大当家态乱点事 道你这座娘娘庙烧香 如果渴了你的心 你就点头 如果扎了你的耳朵 你就一个窝心脚 把我们俩踢到南天门去 总而言之一句话 请叫双飞翼 借给我们大当家的遗用 原来是来借东西的 剑哥 你也来了 多少年没有见了 你受了 气少伤 是专程来给你赔罪的 他一直忙于在边关抗疗 也想停战了 才有些功夫 他对我说 他没有一日不思念你的 是啊 我们大当家的 一直都非常想你 他这次是来给你赔罪的 而且要娶你做夫人的 只要你答应 我们连云战 就把你供在刊上 你做大当家的 我们大当家的 做二当家的 我们天天给你沉昏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怎么样西城主 你跟我来 请你借双飞翼给我 借他做什么用 我要去神威镖局 现在闭关我过不去 谷西昭和铁手 正在追捕我 我想飞出关去 摆脱追捕 你要是死了 还借他有什么用 我送你的那对小公羊 可下奶了 没有 我说过 除非那对公羊下奶 我就不杀你 现在 我就用伤心小剑杀了你 你若是能挡住我的第二剑 我就把双飞翼 寄给你们大当家的 灵水寒 洪磊 其烧伤不能死 我就是要他死 你这是干什么 压恶扬威 待我生完缘报完仇之后 我让你杀 城主 齐小伤 你还不死 要我们城主耗尽真力吗 西红磊 你真要杀我们大当家的是不是 红磊 你这是何苦 老爸 雪哥 我死以后 你们把我没做完的事做完了 你这算什么 托付后事吗 小玉 姐姐 我回来了 城主 小玉是和七少商一起自愿来回诺城的 好 不紧 等我杀了他 我在罚你 姐姐 我在江湖流浪 受了好多的苦 特别的想你 经常梦里梦到你 还酷醒了 让开 姐姐 我在岁云渊外找到自己的心上人了 我愿意为他死 他也愿意为我死 你不能杀他 那你带他来了吗 带来了 好 我倒看看 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大侠 人人都说要嫁就嫁他那样的人 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他 果然不凡 当时你身负重伤 要是再动内力的话 就会全身武功尽肺而死 可你不愿让我受点错穴道的苦楚 还是运官为我解开了死穴 你连命都不要 是不是 是 要是不是的话 可以说不是的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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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时候为他解决 刚好打散了刚刚聚起来的真妻 别 要是那女孩子 把心上人带到了毁诺城 可是 那心上人不肯为她死 那这女孩 就永世不得出岁云渊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了 没错 我宁愿自己死 也不愿让小玉受苦 既然这样 按照碎云渊的规矩 我便不能杀七少商 这规矩是我自己定的 好 从现在起 我宣布 我西红雷 将毁诺城城主之位 传给西红玉 姐姐 姐姐 既然 我已不是碎云渊的人 那我和她之间的仇怨 就和碎云渊的规矩无关 我仍然可以杀七少商 姐姐 城主 你要是再拦我 就是亲妹妹 我也会招杀不误 小姑娘 七大侠 借双飞翼 飞越城关 去青田镇神威镖局 你这样一来 惹得你姐姐下不来台 是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我那个时候是怕姐姐杀她吗 不然我也不会说她是我的心上人了 你现在很大事了 我才不可以让你备后 你还在这里 我不肯定是死的 我还在那边 你还在这边 我还在这里 你还在这边 你这边 你还在那边 红磊 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小玉说的话 她不过是为了救七少伤 才会怕你真的失手杀了她 红磊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七少伤她 姐姐 姐姐 你就原谅七大侠吧 其实她心里一直都装着你的 你们是要是再劝我 我就杀了她 杀就杀 我还是要说 我不是怕你的伤心小剑 我只是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告诉你 我们大当家西里一直想着你 为了能够娶你 她什么都不顾了 连我们连渊队大当家都舍弃了 好个舍弃 看剑 你真的那么恨我吗 小玉 你还记得 那三天的大戏吗 姐姐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我才十二岁 现在我都十七岁了 你还在想以前的事啊 没有一个女孩子 会忘记自己成亲的日子 你要是忘了 我来告诉你 那天 是我和七少商成亲的日子 江湖上有名望的人都来了 来参加江湖新晋成名少侠 九线神龙七少商 和江湖第一美人西红类的婚礼 还请来了当时最大的戏班 大伙热热闹闹 从早晨等到日落 可是 这见新娘 不见新郎 来请婚的人一波一波走 最后一波人走时 差不多是第二天日落 后来 那个西班也要走 你死活不肯让他们走 吵着要看戏 姐姐 我不是真的要看戏 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一点 我以为你一看戏 就会忘了那些 不高兴的事情 喜一胎比一胎喜情 满胎的零落丑断 唱戏的西装 一件比一件华丽漂亮 可是都比不上 观众的衣服好看 因为 观众只有你和我两个人 就我们两个 即是做酒业 看完吃 吃完看 你知道我不高兴 看到开心的地方 也不敢笑 我们俩 看了三天的戏 我穿着新娘的嫁衣 你穿着红纱小衫 因为你非要和我一样 穿新娘的红颈端嫁衣 所以 我只能给你做了 最漂亮的红纱小衫 姐姐 可是 新郎却到了连云寨 做了他们七大寨主的大当家 他留在那里 一路上 让江湖同道烧化到碎云云 说他这一年不回来了 一年后再来迎去 让满江湖都知道了 我被他抛弃在这鸡血风上 西红雷丢尽颜面 从此无法在江湖立足 只能躲在碎云云 第二年 他又让江湖 武林同道们带话来 说让我再等一年 那一年 我对不住你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我一连等了你五年 你年年都说要来 可我年年都是空灯 直到今天 你被人追杀 需要双飞翼 才到碎云云来见我 我知道 我一直对你失约 你心里怨恨我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对你的伤害竟然那么深 我一直在要求你 你没有想到 他就在去 望云云云云云 但是为俄 你自己承转的 你是谈计的 所以我不是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不明白 我明白 你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万一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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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了七少商 一切就结束了 七少商就是一步一步爬 也早就该到了 去神威标局 这里是必经的城关 难道他们不是去青田镇的神威标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人呢 我不知道 我只想一刀砍死你 你说七少商要去青田镇高风亮那里 可人呢 你耍我顾西昭 你延误极拿七少商 你还有什么话说 对黄大人我无话可说 你在连云寨地下军令状 声言三日之内必杀七少商 如不能走功 甘愿被处决 今天日子早就到了 打下顾西州 慢 却不知我什么时候立下的军令状 黄大人请不要信口辞皇 这个谢可皇想害大当家 想得失心疯了 你们好大胆 敢偷我的军金蜜囊 顾西州 你不急 我更不急 铁手一直没有出现 想必早已经知道七少商的真正下落 正去捉拿他 到时候 等铁手去相爷办完这个案子 相爷赏罚分明 我倒要看看相爷 会如何发乱你 一曲凤秋皇 你又在想婉晴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铁手才是婉晴以前 一心一意想嫁的人 你说什么 婉晴以前游历江湖 和铁手 颇有过一段恋情 你和铁手能比吗 我比不了他 那铁手为什么不娶婉晴 你一介草民 当然不明白朝中内幕 相爷跟铁手的师父诸葛先生 在朝廷一向不合 是朝中的政敌 别说诸葛先生和相爷 不会赞同他们两人的事 就是铁手自己也打退堂鼓 回庭后 婉晴让铁手向相爷提亲 铁手没有如约来提亲 可惜可惜 到头来竟然嫁给了你 黄大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怎么认识婉晴的吗 那天铁手没有如约来相府提亲 婉晴不顾相爷的劝阻 不顾风言风语 抛到他们四大名捕的神侯府去建铁手 他从神侯府出来 靠近你卖艺的场子 自愿做你的靶子 你这才走了运 你以为婉晴会平白无故地 跑进你耍靶上的场子 自愿做你的靶子 那天他是被铁手拒绝 伤心之下 一心寻死 在下练有飞刀绝技 哪位愿意试一试 在下绝不失手 我 这也是咋的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这万一是什么药 这就是 多谢姑娘 这个你先 这还更新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别扔了 快点 快点 看住了 别伤到小弟 没事 好新手啊 好新手 是 是 是 真厉害呀 超好好的 这真厉害 这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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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这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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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这厉害 这厉害 为什么你不失手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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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众爷不放心 任我暗中 带人跟着 你那天要是失手 当场死的是你顾兮舟 要不是婉晴被铁手拒绝 正伤心绝望 你怎么会有机会 结识相府的千金小姐 我不会辜负婉晴对我的情谊 黄大人没有其他事情 我去替相爷办事 你知道婉晴为什么一心想你做大侠 就是心里放不下一个真正的大侠 铁手 你来只为两件事 一是为婉晴 再也就是害我 这是我夫人婉晴送给我的书 要是谁敢动他一下 我就让他流血 这么说 铁手要动婉晴一下 你也要让铁手流血了 黄大人 七少山和雷卷进了碎云渊 七少山和雷卷进了碎云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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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靄十条 我 龕士招 我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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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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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摸 defeated 快点 铁拖 快走 起来 yeah 起来 走 起来 表哥 奇诈在哪里 这是军机机密 他去碎云渊了 那 霹雳堂的那些家眷呢 一路随行 他们放出话去 无理杀一个 势力杀一队 等到了碎云渊 奇诈上若还不现身 算了霹雳堂的人 也就正发光了 顾西昭办事 就跟他当初 在京城拉场的麦翼一样 声势造足 可玩的全是 划拳绣腿的花火 一无用处 我不管 我要去救霹雳堂的 那些家眷 文晴 你想放人 我立刻给顾西昭下令 叫他们放了霹雳堂家眷 表哥 你给我写个手令 上面再干上印 我马上去救他们 索性我亲自和你一起去放人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文晴 你和顾西昭好容易团聚 总可以有个好的住处 不能真像山大王和压寨夫人一样 住着大帐和木屋洞府 我打算在连云寨 给你们两个建一个好的住处 你看 我连图样都描绘好了 文晴 这都是我设计的 你看 这是风铃 这是风声 我在下面埋了瓷器 水流下来 落在瓷器上 发出响声 这是水声 我还在想 怎么把山里的声音 也做出来 表哥 我看你还是不要做指挥事了 去做鲁班传人不是更好 还不是因为你 平白无故的 我认识顾西昭是谁啊 爱无激物 没什么 谢谢表哥照顾 你对我真好 为你死都愿意 何况去取小事 表哥 你不要再喝了 我爹命你戒酒 你忘了吗 别管我 让我喝 相爷叫我戒酒以来 我就没敢再喝过酒 就在你和西昭成婚那天 我的脑子里 总是有个人叫我喝一回 喝一回 我喝上一口 就再也停不住了 结果 酒侯闹事 缴了你的东方画主意 第二天 他就被叫来 办除掉气烧伤的事 这次 算给你赔个不是 还要一次喝酒 那次 连一点酒气 都不愿从牙房里跑掉 就是你被气烧伤略去 廖哥 有一件事 我希望你不要瞒我 气烧伤真的是罕奸吗 也许是 也许是 都是一家人 不必瞒你 就是也许是 我今天说的太多了 有些罪 婉晴 在你面前 我什么都不想瞒你 有人心里 对你仍然不能忘情 传说战国的时候 有一个女子 对自己爱上的人 坚真不语 心无旁骛 后来 他被权贵逼死 在他的墓上 长出了一棵树 灵冬清脆 以后人称 女真子 就是这位呀 女真子 我明白了 江湖上 都把西昭称为大侠 我心里高兴 还小的时候 我就想长大了 要嫁就嫁一个青年侠士 武功高强 英俊智慧 就像今天的西昭一样 这样的人也叫大侠 他明知道气烧伤的罪名 也许是 也许是安上去的 他还加害气烧伤 换得相爷对他的青睐 这样的人也叫大侠 表哥 你喝多了 你知道连云寨六位寨主 雷家庄雷腾雷炮是谁杀的 都是顾熙昭 他杀了他们 呆赞给气烧伤 让气烧伤翻不了身 在江湖上 没有藏身之地 有一句话 我不能不告诉你 不然害你被蒙在鼓里 他一心把你当作 投靠相爷向上爬的梯子 顾熙昭根本不是什么侠士 你不信 他一心想着为了相爷杀了气烧伤 讨他的欢心 相爷能看看他那本什么兵书 战法心得 齐略 万卿 等我们追上霹雳塘家眷 你去放他们 我回避 否则顾熙昭又要误会 我跟他为难了 你准备一下 我们晚上出发 系长 我不相信表哥的话 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对你不满 可是 你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无辜的人呢 是不是父亲在逼你 你最后 норм刀的 我冲替你 大家知道 云芸 爹 我要喝水 来 喝水吧 你们在这儿什么呢 我们在熬阴 熬阴 那个顾熙昭让姓冷得这么办的 给孩子们挂了铃铛围着柱子跑 不要他们停下来 一停下铃铛就不响 以此防他们逃走 他们作恶多端 早晚会得报应 尤其那个顾熙昭 齐大侠一定会杀了他的 姑娘 你快走吧 谢谢你 他们看见你给我们喝水 会杀了你的 你放心 没事的 我一定会救你啊 来 谢谢你 你们等我一下 赶马车的师傅 我想过你的马车把这些人给 项目小姐 你的银子雇多少马车都够 放心 吉人自有天相 保证大家一路平安 对不住 我们不知道是婉晴小姐 竟然知道是我 还不赶快放人 小姐 霹雳堂刺痛汉奸七少商 罪该抄家 这些人都是霹雳堂的家眷 都是被顾公子定罪的朝廷侵犯 小姐 如果我们没有顾公子的手遇 恕难放人 我们倒是有顾公子 押送这些人的军令 军令如山呢 我们担待不起 肥猪能哼哼 也得让瘦猪哼 小姐也得让我们做随从的 哼哼两声 您多体谅我和仙银先生的伙众 他们都是无辜受牵连的父主 纵使霹雳堂有再大的罪过 也不该牵连他们这些妇人孩子 再说 是我相关来让我放人的 小姐 没有顾公子的命令 我们还是不能放人 是啊 小姐 我们随时等着七少商雷卷来救人 万一小姐和他们碰上了 那可怎么办 顾公子怎么这么大意 怎么可以放心让小姐一个人来呢 让她自己来 敢问救命恩人是谁啊 我姓傅 傅女侠 我不是女侠 我也不会武功 只是懂得一些对打损伤的衣礼 听他们说话 你是顾兮昭的什么人 我是她的妻子 走 我们回去 她是顾兮昭的老婆 我们死也不受仇人的恩惠 我们死了 有七大侠会替我们报仇 对 七大侠会为我们报仇的 我们走 你听我说 呸 你不用多说 我要替我的家人报仇 别动 不要伤害她 小姐 别理她 她是疯子 傅小姐是真的想救你们 好吧 既然你们不想让我救的话 那就让她救你们好了 你们放心 有她在 她是不会让人平白无故地 在她眼前被杀害的 她答应过你们 一定会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我的保证未必作数 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 为她做三件事 可是她提出了第一件 我就没有做到 你说你手中要看出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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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手中有三件 你说你手中有三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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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是恨是缘 你是一直设向我放心的间 你是一直设向我放心的间 你是一直设向我放心的